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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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好 我是佛音 今天我们来挖葛根 这不是烤错了 哎呀 干错了 这边挖 上来去别的地方挖吧 大家看我的身后 这里全部都是葛藤 你看 葛藤非常多 剩着那个藤找的话 都可以找到葛根 就是比较难挖 刚刚我们在那个河边也看到了很多 但是那里都是石头不好挖 所以我们又到这里来了 给你们看见我身后这里 一片都是葛藤 现在我们就要把它的根找出来 开始挖了 嗯 嗯 那里子怎么大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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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太深了 就挖到这里了 好 大家看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挖的葛根 嗯 这个好粗好大 其实也不是说每一个葛根挖下去的话 它都是有用的 一定要这种比较粗 然后有包的这种 它才是有粉的 有粉的才可以做葛粉 像这种嫩一点的就更好 但是这种嫩一点的就是小一些 这种很多粉的 那回家洗干净 现在我继续挖 再去找一下 它们两个也不等我 大颗的还是小颗的 大颗的 哇 这颗好大 好多根啊 哈哈 拿开看 百年大人参 哈哈 人参 一串人参 哇 看你 多少钱 哎呀 我都拿不动 这一棵就挖出了这么多根 比十几斤啊 哇 又挖了一个大的 这些葛根就是我们今天的收获了 现在我们要把它拿回家去做成葛根粉 今天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下期再和大家分享制作葛根粉的过程 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好 好 好